嗨,我是九月 很多粉丝问我 这个月的生日蛋糕呢 那今天就教你们做一个不用烤箱的蛋糕 它还没有名字 你们可以给它去一个 消化饼干装到袋子里敲碎 搅入融化好的黄油 搅和搅和 倒入模具里压实 放冰箱 150克淡奶油 40克细砂糖 打当五分发 再加入74克酸奶 270克室温软化好的奶油奶酪 泡软的几粒钉片 隔温水搅和搅和 倒饼干层上面 震两下消消泡 再拿去冷藏两到三个小时 现在来做上面特别好看的这一层 铁豆花煮一下 这样就可以得到蓝色的液体 挤一点柠檬 它就会变成紫色 加10克软化好的吉利丁片 搅和搅和 先把紫色的小花放进去 你可以放搅紧 再把叠豆花水慢慢的倒进去 在冰箱里放一晚上就做好了 蛋糕做好了 这种特别梦幻的紫色 像精英剔透的水晶里 封印了一片花海 又有莫斯浓郁的奶香味 和焦糖饼干丰富的口感 好看又好吃 相信挑剔的处女座也会喜欢吧 送给9月份过生日的宝贝们 祝你们生日快乐